有话说,白鹿秋分夜,一夜冷一夜。 白鹿后,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显著减少,气温逐渐转凉,是雌下迎秋的季节。 那么,为什么很多人在白鹿节气前后容易出现腹泻? 这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? 什么叫做季节性腹泻? 腹泻和脾肺有着怎样的关系? 白鹿时节,在饮食习惯上,我们应该做出哪些调整呢? 白鹿节气,回到养生的这个角度来看,它是个天气转凉的季节。 真正的秋天的开始,也是我们中医讲的秋收的东藏的开始的一个节气。 白鹿后,我国大部分地方都会由夏热转成秋凉。 气温降低,由夏天的夏季风转为了什么?冬季风。 那说冬季好像早点。 实际就是由夏天的炎热的那种风,刮的是热风,变成是凉风了。 那从这点来说,养生最主要要关注什么?季节的变化。 而季节的变化,往往是人预防疾病,养生的要随之。 而适应,这就叫顺应自然。 而实际到了白鹿,最常见的有一些什么病呢? 比如说胃肠病,比如灰道疾病。 这些疾病,其实都跟两个脏有关。 一个是肺,一个是脾。 中医讲的春养肝,夏养心,秋养肺,整个秋天的六个节气都跟肺有关。 那这时候怎么又出了一个脾呢? 大约在肠下的时候是对应人体的脾。 那白鹿节气就快接近肠下了。 中医认为四季对应五脏,差了一个季,那就是肠下对应人体的脾。 而脾在人体中管什么? 管人体的消化吸收,叫主蕴化。 所以人体的浩天之本的脾,供应你的所有的营案的来源。 人若营案不足了,那脾的功能肯定不好。 所以脾的主蕴化就包括了食物的消化吸收。 经常我说一句话,不想吃饭是胃的事,叫食欲不振。 因为皇帝内经说了,胃主授纳,脾主蕴化。 如果想吃饭不敢吃,那一定是脾虚了。 脾的功能下降了,蕴化功能不行了,消化不行了。 食物都吃完了堆在胃肠之中,感觉胃胀腐胀,这些是脾虚的表现。 所以咱们说,到了白鹿这个间歇,更多地想从肺跟脾这两脏所发生的一些事情,来给大家讲临床的一些病例。 首先说,第一个,例子跟肺跟脾其实都有关系。 一个男士,三十多岁,上我这身室,看什么病啊?腐蟹。 那腐蟹,夏天应该多见啊,为什么秋天也来了呢? 刚才我说了,对应人体的脾啊,他一天拉六到七四。 一看这个人,痛苦不堪。 体质好的人,拉一天两天,也都弱了。 所以往我那儿一坐,捂着肚子,肚子还疼啊。 而且精神是疲惫的,面色是苍白的,雨声是低微的,眼神是暗淡的。 所以往那儿一坐,就叙说了。 通过我的问诊,发现他有一个特点,特别贪凉。 三十多岁的年龄,正当年,他的阳气也比较旺盛。 本身是一个热性食症的体质。 所以一年到头,他都爱偏凉的食物,而到了夏天是他最爱。 每天都要吃冷饮,吃饭基本不吃热了,喝水那都是冰水。 而且有一个习惯,每天一瓶冰镇啤酒。 喝了三个月了,到了立秋以后,虽然天气很炎热,他还在喝,但是喝的相对少一点。 但是他发觉了,到了白鹿了,这个节气左右了,再一喝,腐泻了。 那有人说了,你这个腐泻可能是吃坏了肚子,吃了什么不洁的东西。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,腐泻一定有原因,医学长叫病因。 我经常说叫季节性腐泻,可能就跟这些原因就不大了。 因为中医讲什么,天人相应,季节性发病。 所以这个季节腐泻不见得是吃了不好的东西。 所以问了病食以后,那我就知道了,贪粮,到了白鹿,到了秋天,应该饮食有所改变了,他没有做。 他认为天气还在炎热的夏天,就可以继续吃。 其实中国人的二十四节气,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 到了什么节气,该做的不该做的,都应该明白。 这个病人,那一定是秋凉,引起的消化道出了问题。 所以我和一号脉,脉相非常的弱,沉细无力。 辩证,脾胃虚寒,脾湿渐运,治疗的方法,健脾止血,也就是色肠止血。 刚才咱们说了,为什么要讲柿子?色肠。 这种情况下,这种情况下,就可以止。 所以给他开了几味什么药呢? 有益气健脾的,比如说,炒白竹,茯苓,党参,茜食,择蟹,杀身,火香。 这些药,既有健脾一气的作用,又有收色止血的作用。 那这个人,咱们回过头来,分析分析他的病因,他为什么在白露节气前后出现腹泻? 中医认为季节之交,很多人有一个不适应。 体质好的人,适应能力比较强。 体质差的人,适应能力就差。 但是他虽然体质好,他有了第二个原因,就是寒粮饮食吃得太多。 这个损伤了胃肠了。 所以季节之交,季节性的饮食习惯,要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和均衡的态度。 不能什么食物吃得太多,要掌握一个度。 在一个春温、夏热、秋凉、冬寒,到了凉了。 也就是说一瓶啤酒不至于造成腹泻,赶上秋凉了。 真正的秋天开始了,所以这时候就诱发了他这个腹泻。 第三个,中医认为到了肠下的季节是对应人体的脾,而这脾就是管消化吸收的。 所以脾虚的人往往容易出现腹泻。 那回过头来,咱们再说这个腹泻,什么叫季节性腹泻? 我在临床这么多年发现了,就是到了一定季节, 出现的腹泻,它是不一样的。 比如夏天的腹泻,常见是感染性腹泻。 什么意思啊? 吃的不节的食物,坏了肚子。 在现在医学一查,可能有立即感菌,得了菌力了。 也可能是肠炎,也可能是胃肠炎。 更多是有炎症,这是夏天的腹泻特点。 而到了秋凉的秋季腹泻,更多是因为夏天含量饮食吃了太多, 匹配功能下降了,稍微一朝凉,腹泻了。 而这时候做化验检查,没有立即感菌,也没有炎症的表现。 而更多的就是一个单纯的腹泻。 夏天的腹泻治疗不能色长止泻,要消炎,清热造湿,把这个立即给治好了。 而不能说上来就止泻,那把病毒立即感菌,这些致病的因素留在体内,那是不对的。 而秋天这个腹泻,恰恰就可以止泻,一个它拉了两天了。 再一个呢,最主要它没有炎症表现,是因为脾虚受凉以后的腹泻,这时候就可以止了。 那腹泻,到了白鹿这个节气,出现的脾虚性的腹泻,是因为着凉造成的。 为什么说跟肺有关系呢? 因为肺与大肠相表理。 我在治疗发烧和咳嗽的时候,更多的要痛大便。 冬天的咳嗽,春天的发烧,我都用通大便的方法,帮助治疗咳嗽和发烧。 到了秋凉的时候,你就不能这么做了。 秋天对应人体的肺,肺酶也养好,寒凉过度也可以伤肺。 曾经咱们讲过,行寒饮冷则伤肺。 所以肺的功能下降了,也是加重这个腹泻的一个诱因,或者说是一个间接性的原因。 所以这个腹泻,更多是脾肺,气虚,阳气不足了。 所以治疗起来,我们要考虑,这种腹泻跟其他季节的不同,治疗的方法也有所差异。 这就是中医的辩证和整体观念的一种思路。 咱们说完这个了,咱们再想,皇帝内经是怎么评论这个饮食不当造成腹泻呢? 它是这么说的,饮食不节,起居不食者,应受之,则磨满必塞,下为孙泻。 孙泻就是腹泻,饮食不当,可以造成腹泻。 还有一句话,饮食自备,肠胃乃伤。 什么叫饮食自备,肠胃乃伤啊? 就什么食物你不能自己加倍吃得太过量? 比如说,这个男士,夏天吃了三个月的冷饮了,那你这个锅量了,自备啊,成备的增加了。 那饮食不大,可以造成腹泻。 所以这就是皇帝内经给这个男士的一种总结。 我先洗过来看这些女士的女士的女士兽。 感谢观看